8月9日,央行公布了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,其中对于当前过热的债势,再次提出了警告。 从央行披露的数据看,今年二季度,住户存款增长突然放缓,只增长了7000多亿,一季度则增长了8.56万亿。 而住户贷款增长更是乏力,只增长了1200亿,一季度增长了1.33万亿。 为什么住户存款增长突然大幅放缓,而贷款也大幅放慢? 首要原因是,存量房贷降息力度太小,第二波提前还贷潮出现了。 其次是,有一万亿住户存款,在二季度搬家去了银行理财。 2022年的时候,银行理财曾出现普遍亏损,导致大量银行理财资金向存款回流。 但最近一年多,随着债势持续火爆,银行理财对于债券资产的配置比例加大, 使得回报率开始上升,吸引力也明显加大。 债势火爆的原因,是因为大家都意识到, 未来几年中国的利率将持续走低,降息空间比较大。 那么之前发行的利率较高的债券,就会上涨。 一些机构,甚至加杠敢买债券,获得了比较高的回报率。 7月30日,根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,发布的数据显示。 截至2024年6月末,全国共有239家银行机构和31家理财公司,有存续的理财产品。 存续规模为28.52万亿,同比增加12.55%。 固定收益类,仍是存续规模最大的理财产品类型。 截至2024年6月末,固定收益类产品存续规模为27.63万亿,占比为96.88%。 而今年上半年,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,整体保持稳健,平均收益率为2.8%。 央行二季报,更进一步透露,7月末,银行理财,平均年化收益率超过3%。 吸引部分投资者,将存款搬家到这类产品。 目前,大行的五年期定存年利率,只有1.8%。 大城市房屋出租回报率,在2%左右,股市更是买了旧亏。 但银行理财回报率,是2.8%到3%。 你说人们会怎样选? 所以,大量存款,流向银行理财。 但这一切,本质都是基于债势的火爆。 可央行认为,债势风险在积累,上半年的回报率,未必能持续。 其实,从2024年年初至今,央行就连续多次提醒债势风险。 债势一旦回调,在高杠杆作用下,可能出现踩踏。 所以央行借了上万亿的国债,表态随时可能抛售,给债势降温。 而到了这周,央行不再废话。 上来就是一套组合拳,搞得债势多头猝不及防。 先是8月5号,央行借助国有银行,抛售了10年期的国债。 从数据统计上看,经周一当天,就卖出了200多亿。 而在上周五的时候,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类型,买卖单一期限国债,超过50亿。 这种单一国债比正常高四倍以上的集中卖出,显然是官方组织的。 虽然量也不是很大,但好歹让10年期国债收益率,最终守住了2.1%,面子上算是保住了。 周二,央行继续按此前的做法,再近卖出500多亿。 给了炒作国债的多头,又是当头一棒,占到先机。 然而,第二天局势又逆转,周三多头反扑,让不少国债品种回吐了周二跌幅。 无奈之下,央行继续加码,从两方面着手,先是严查国债的最大买家,也就是银行。 8月7号晚,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公告,对四家江苏的农村商业银行,进行调查。 指出他们涉嫌操纵国债市场价格、利益出送,并上报央行,准备处罚。 国债交易究竟能搞出什么幺蛾子,外界暂不知晓。 不过此次的高调处理,却是比较罕见的。 有机构债券交易员表示,上述的四家机构,在过去半年时间中,的确比较活跃,甚至个别机构比较狼性。 此前央行有个空喊话和窗口指导,但是没有根本改善。 此次事件处理,显示央行对机构自律的整体表现,的确不满意。 希望后续农商行等机构,会更听话一些。 紧接着,据经济观察报报道,监管对债券基金的审批,开始放缓。 而从证监会官网查询可得,原来从6月18号至今,债券型基金审批的数量,就已经为零。 至此,央行在本周打击国债炒作的运动中,分别针对国债的两大买家,银行和债券基金,严查一批,限制一批。 最终让国债收益率有所抬升,以及债券价格下跌。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,为什么央行一心想抬升国债收益率,担心债势风险? 其实之前央行一把手的讲话,就有专门提到。 为了避免出现,类似于2023年,硅谷银行破产事件发生。 很有必要抑制国债的炒作行为。 要知道,国债几乎是无风险的,但对利率特别敏感。 这两年,随着经济承压,一波接一波的降薪预期,不断兑现,国债大涨。 聪明的投资者,从国债的涨价中,赚得盆满钵满。 这刺激了更多的资金,涌入国债这个赛道。 债券市场,见有风牛之势。 一旦经济形势反转,利率快速上涨,国债势必出现断延势下跌。 跌得太狠,这一轮手中持有大量国债的银行系统, 资产负债表必然遭受重创。 甚至出现类似于,硅谷银行破产事件。 在金融防风险这个大的背景下,央行怎么可能允许,再添新的麻烦? 可是为什么央行三番五次,就是阻止不了国债炒作呢? 因为对于个体来讲,追求手中的资产保值增值,也是天经地义的。 所以,央行一再警告,银行依旧顶峰作案。 从他们的角度讲,随着房地产落幕,在限制地方过度举债的背景下。 他们的借贷活动,就会减少。 这就意味着,他们手中极度缺少优质资产。 所以,他们必须,也必然会从市场中,寻找新的优质资产。 就眼前看,除了一些优质的个人消费贷之外,也只能是国债,或者累国债了。 况且,这股疯狂的势头,又那么有吸引力。 所以,当前抑制国债炒作,看似是央行和市场的较量。 实际上,是集体和个体利益平衡的问题。 央行从全局出发,想控制金融风险,但个体只为自身保值增值的利益考量。 这个矛盾,需要有效的平衡。 然而,要想彻底抑制国债炒作。 就跟国家对托举A股一样,光制标,根本不行。 还必须从破除资产荒的治本入手。 而让经济回暖,价格回升,才是破除资产荒的本。 追本溯源,还是要靠实体经济中,商品价格的回升,形成正向激励才行。 比如股票,其收益,要靠上市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卖出去,卖出个好价钱。 股价才有上涨的动力。 如果商品价格不涨反而下跌, 老百姓就会延迟消费,公司就会失去扩张动力,降薪裁员,从而陷入通缩泥潭。 而此时此刻,国内的资产荒,就是在通缩泥潭中产生的。 投资和消费,没有支撑起价格。 根据7月份的CPI数据,粗看之下,同比环比均有回升,是个不错的兆头。 但是仔细观察涨价的细节,会发现,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猪肉和生鲜的价格上涨, 季节性天气因素所导致的,扣掉这些因素之后。 7月核心CPI,同比降至0.4%,为今年2月以来最低值,处在历史低位。 在非食品产品中,汽车智能手机和家用电器的价格领跌, 反映出价格战和房地产低迷的持续溢出效应。 再结合PPI依然在零下方来看,说明企业出厂价格依然低迷, 整个经济的产品价格仍然没有形成良性循环,还需要继续发力。 从需求的先期指标来看,内需仍然低迷,还没有能力推动物价上涨。 例如,代表商品消费需求的汽车销售继续下跌。 从中汽协公布的数据看,2024年7月,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汽车172万辆, 同比下降2.8%,环比下降2.6%,还有代表服务型消费的电影票房继续大幅萎缩。 今年7月,全国电影票房收入53.78亿元,比去年同期的87.16亿, 下降了38.3%,虽然这一跌幅,比6月份47.6%的跌幅,收窄了9.3个百分点。 再是房地产继续下行探底。2024年7月,楼市供需两单, 重点30成供应成交,环比分别下降25%和30%,同比分别下降18%和13%。 百强房企实现销售操盘金额2791亿元,环比降低36.4%,同比降低19.7%, 较6月的下跌幅度19.4%,扩大了0.3个百分点。 但月业绩规模,继续保持在历史较低水平。 综合数据来看,目前宏观经济依然处在通缩压力中, 而在央行职能范围内,它能做的只有降息。 而且随着这两天美元走弱,人民币汇率升值了不少。 这也就意味着,央行的货币操作空间更大了。 但一边准备降息,一边又希望国债价格下跌,显然是矛盾的。 反而会将央行左右为难的本质暴露出来, 更会进一步强化买债预期。 所以,央行即便短期内调控,但是资产荒的格局,依然得不到解决。 特别是信心问题,更是几乎无解。 短期内,把市场资金从债市赶走,难道他们就会去投资股市楼市吗? 恐怕也很难。 等过段时间,风声过去了。 资金根本没得选,还是得去买债。 除非接下来,国债发行进度加快,解决目前资产荒的问题。 除非经济基本面,出现实质性改善,解决信心的问题。 否则央行的这些干预,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效果。 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